大家好,我是下班后的王波波 我一直对台湾的老东西很感兴趣 在他们身上你可以看到 或者是找到那些过去生活的线索 跟时代的一些氛围的记忆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嘉义民雄乡的顶辽村 我们想去拜访一位资深的收藏台式家具的达人 很乱啦 不会啊,我觉得哇塞,有这么多东西 热七八糟 有点来这里久了就是混乱了 然后会不想出去 我可以在阿嬷留下来的那种传统的衣柜里面 看到Art Deco的形式 看到英式古典的风情 我觉得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家具的设计里面 它都展现了台湾当时跟全世界家具潮流 其实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一个方向 你如果找这些东西怎么很困难啊 不,因为我就是这样 对,我在这个环境喔,在这个古典的环境喔 过了十天 OK 你现在又有一点,像我阿嬷以前的玉花厨过心了吗? 对 他那堵子都丢掉了 撞不掉了 对,对 那没什么 那你们怎么会得知这个消息去找到? 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去厨厨 厨厨厨? 厨厨厨? 有,他就说我这个老杂要吃到要去厨厨厨 嘿嘿嘿 生气在那边 有啊,你有这些寻宝吗? 他会跟他一起 好,对 当然虽然他有贩卖的工作 但是无心中也帮大家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中间可以见证很多庶民生活 台湾的在地生活究竟是什么模样? 那我们对西化的一些见解或西方文化的感受 其实在那个年代居然在家具上也得到了很多的印证 其实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 像我在我家里我就一直在很期待能够从阿公阿嬷 或者是阿祖那边能够找到各种过去他们生活所遗留下来的器具 所以我家很可惜,最后我是抢到一组沙发 那以前我阿嬷所使用的那些五斗柜 最后在搬家的过程都被丢弃 那我觉得很可惜,就是说当我们如果在清理家中的废物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想一想 就是,是不是有一些百年前你看似合爱眼 但是其实充满文化意义的物品 那这些东西也许就是我们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重要的文化跟生活记忆 并不分的是一样 决定的这些东西 感谢观看